在省選期間 不少的社區團體都會舉辦競選論壇 並且期望個別選區內的所有候選人都會出席 但有團體表示 當中有不少受到邀請的候選人都最終缺席 擔心會影響到選民的權益 梁家綫報導 省選期間 代表溫氏國社區中心的團體 合共舉辦了9場候選人論壇 邀請所有主要政黨的候選人出席 但負責人表示 其中12位受邀請的保守黨候選人當中 一共只有3位出席 這些論壇叫候選人解釋 他們在房屋、醫療、經濟、環境等關鍵議題的立場 並回答公眾提問 其中在Point Gray社區中心的論壇 三個政黨都派完出席 超過350位居民道場 而省府應否批准 廢除溫氏民選公園局委員會 也是論壇上的一個重要話題 新時代電視梁家倩報導 已經在這曇內 安全感到西班 emb帰 제� Pub・示範 pizza 我們